不仅弃低价似乎就是王道 我们来看到是平板电脑三大龙头之一的亚马逊 再度丢出了震撼弹 今天一口气它发表两款最新平板的Kindle Fire HD 那目标就是要针对苹果iPad mini 预估一年将渴望卖出上千万台 Kindle Fire HD 就是手上这一台在台北时间7号凌晨 美国亚马逊一口气发表两款最新平板 Kindle Fire HD 8.9吋跟7吋两个版本 除了分别维持199美元跟299美元的超低价 硬体规格也是不输人 细腻鲜艳的画面采用1920x1200Full HD解析度 处理器的速度也比上一代快上40% 更搭载4G的技术 就像广告里头用视讯通话也是顺畅无比 最高规格最低价格白名就是针对苹果iPad mini而来 7.85吋大小搭配视网膜萤幕也支持最新的4G传输技术 尽管苹果处理器双核心可能小叔亚马逊的四核心 但是以预估新iPad今年狂卖1200万台来看魅力不容小觑 除了iPad 我手上这台Nexus 7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推出 巧的是这三台的荧幕都是7到8寸 而且都是超低价199美元 但是以前就是先做降价的策略 我们预计会在大概下沙个一两千块左右 地价平板占开打 Nexus 7今年销售量上看500万台 Kindle Fire跟iPad mini目标更是挑战1000万台 随着产品陆续推出年底前三大品牌 谁能站稳平板龙头的宝座就渴望揭晓 东方才能新闻 中文报道